刘腾远前妻娜娜及女儿近赵 近日由网友爆料增身演电影《战狼》的男演员刘腾远 原名刘东 已于2017年4月与妻子娜娜离婚 女儿抚养权归女方所有 该网友爆料 刘腾远和妻子相识多年 后经过曲折恋情 最终2011年3月在北京奉女成婚 问及离婚原因 刘腾远曾与好友聊天时透露 与妻子娜娜性格不合 加上聚少离播 最终两人和平分手 但离婚的消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翻看刘腾远微博 2011年开博以来 他发布多张图片 但没有一张关于妻子的照片 2015年《战狼》上映时 他也曾公开表示 因紧张忙碌的工作 已经有数月未能陪伴在爱人和孩子身边 以上迹象或许从侧面证实了网友爆料 据了解 刘腾远从张毕谋电影《十面埋伏》出到至今 参演了电影《淡无虚发》 电视剧《马永珍》 《李小龙传奇》 《关天喜第七千女》 《神话》等多部演示剧 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硬汉的形象 尤其是在电影《战狼》中 他因饰演不畏生死的分队长于飞 而为外界广泛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